男朋友raszam 哈囉 非常歡迎大家來今天的運動客戶講座 這是我們系列講座的第三場 今天請到的是謝深玉教授 我們之前其實已經有跟大家做一個廣告 這整個系列講座 我們幾乎是網絡的全國所有體育界的精英 應該說體育教育界的精英 好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一群講師 那今天的講師其實是在這群講師都有更是特別的一位 所以我們要請姚老師來幫我們介紹 為什麼我們謝老師這麼的特別好嗎 好 那我們先歡迎那個體育室姚主任 謝謝 其實謝老師是我的指導老師 各位同學 同學大家好 你今天來這邊 其實我是對老師的一個考驗 因為今天晚上節目太多了 運動會的會外賽 運動會舞蹈大賽 然後這邊李璇的歌唱大賽 所以還有這麼多人來 其實就是老師的商標 如果今天沒有人來的話 其實剛好我到當年被老師這個 在教育過程當中的一見之仇 當然不是啦 因為老師是這個比較晚回來 我記得他一件縣市是他游泳選手 這個結果亂游亂游就游到龜山島 從伊蘭游到龜山島 那時候就被守軍這個copy 將來影響到他出國 然後戒嚴死時間 戒嚴死琴 所以龜山島是有駐軍的 誰可以一游一游亂游就游到龜山島 那個時候老師這個 其實到現在他的體能 或者他的運動都是我的個人的身教 那後來那個學術們的部分 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因為他對於學術非常的執著 嚴謹 常常把研究生講到掉淚啊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蔡老師 現在在台南大學 這個也是教授啊 走民俗的 一講完之後 到來就是把所有書啊 書包啊 從二樓丟出去 然後人就不見了 那時候整個大樓都在找那個蔡洪群 後來老師就跟他聊 其實他針對那件事 不是針對他的人 所以老師會在這個車上給他貼標籤 因為你亂停車抽煙 然後亂丟垃圾 他都會以身作者出去 那有時候也有 我不曉得噴過吃憋啦 不過昨天舞蹈大賽 游泳完了之後 然後出來游泳池嘛 然後垃圾車剛好兩步過去 然後他就在同學那邊按喇叭 我那時候學網上衝 我就騎摩托車擋到前面 我說你怎麼可以在 在中段裡面按喇叭 當然很快樂 游泳完泳比賽完出來啊 大家具體才聊一下嘛 那可能那個游泳車 那不然垃圾車要趕 趕行程就按了好幾支喇叭 聽得很不舒服 我就跑到前面去 當然這種動作不足為訓 不過有很多其實我的做法是 可能有那個老師的基因 我尊敬人不多 我尊敬人不多說實話 我有時候會講出一些 比較像情緒話 但是我跟老師講過一句話 一日為師啊終身為父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可以讓我趕快很多 老師求一個 然後我們今天晚上 在這個有限人數裡頭 你來這邊絕對不會後悔 有什麼問題啊 待會可以請這個謝老師 我的指導老師 特別是他明天二月就要退休了 可能是這個 這個他終身的這個 教學過程當中 最精闢的一場演講 那我們請歡迎那個 我們謝老師啊 給他一些啟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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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任 還有那個姚老師 這個 這個講了一些 糗事了 小事情了 其實我沒有遊到歸山打 就是中途就 就被抓了 後來變成那個黑名單了 在國外回不來 以後有空我們再聊這個 好 好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一些 就是說 你可能不知道的英文科學 可能是幾年的教學的經驗 可能想到的 本來那個 那個主主任他 就是要我來的時候 我說太忙了 我不曉得要講什麼 那那個 教主任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謝老師你如果不來 我就不跟你好了 所以我就 硬著頭皮不得不來 我就想了一些 希望大家能夠有一些 最少有一些收穫啦 不要說白來聽了這一趟 那今天 好 我今天要講的是四個問題 第一個 是打籃球的小孩會長得比較高 我想很多人會有這種想法 我等一下會給你答案 其實可能你現在手上都已經有答案了 第二個 什麼運動對骨質失蹤症沒有幫助 大家會說 運動應該對骨質失蹤症有幫助 醫生也就講 你要多運動啊 又怎麼樣啊 可是 有例外 第三 為什麼下樓梯比較容易引起肌肉痠痛 其實下樓梯就跟下山一樣 我想我們這裡有登山的山藝的專家 如果一直下山 下山 比較容易肌肉痠痛 為什麼 等一下會告訴各位 然後第四個 就是說 你有理由說你沒有時間運動嗎 大家就說 我沒有時間運動 我太忙啦 我上課啦 寫報告啦 我要改學生做業啦 要怎麼樣 很多很多事情 好 我整個再告訴你 你就沒有理由說你沒有時間運動 好 好 那第一個 我們講這個 打籃球的孩子會長得比較高嗎 我想很多家長 都會有這種觀念 我叫我小孩子去打籃球 讓他希望他能夠長高一點 因為籃球先生都很高啊 那因為他們是打籃球 所以才會長得這麼高 是真的嗎 是真的是這樣嗎 第一個事實就是運動 或是身體的活動 我這裡會講所有的運動 那我們學術界比較說 叫做身體活動 當然是包括運動 比較俗的話叫運動 會促進小孩子正常骨骼的發育成長 可以長到他的生理極限 就他的基因啦 那當然這個條件你營養要過好 另外一個就是生長磅 沒有受到損害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個圖 骨骼在成長發育的過程 有一個生長板 他是從那個地方開始 往兩端那個變長 然後你如果受到損害 當然像車禍啦 或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以前很早的就有這個運動員 他們那個可能那個時候 知識還不是很夠 就很小的小孩子 就是他的舉重 就舉重量 不過我要發展肌肉 可是肌肉是發展啦 可是他的骨骼的生長板 也受到損害 所以他可能不會長得很高 沒有辦法長到他生理的極限 那小孩子打籃球有跑啦有跳啦 這些就是負重的動作 跑跳這個都很好 可以增加骨質的密度 特別是你來鼓勵小孩子 小孩子就要運動 就保存骨本 就是讓你以後可以用 可以有這個本錢 可以預還骨質失重症 好 那這裡稍微講一下 這裡 這裡是一個骨頭 這裡叫做那個骨過板 這個就是所謂的生長板 兩端都有 這是長骨 一般長骨的落照 這兩個地方 他往這邊生長 這個線 那當然成年 成年年以後 那個 以後這個就 他就會蓋化 他這個線可能會消失 那如果 各位不知道這條是什麼線的話 我不曉得以前 我們常去那個自助餐 他都有一個 一鍋大骨湯有沒有 現在還有沒有 可能現在比較少 那個大骨湯 裡面有骨 它熬了很久很久很久 你可能把一根骨頭拿下來 自然這裡會脫落 那個就是生長板 或是骨過板 成年以後他就會蓋化 可能會消失 那另外一個 剛才講的說 五個 你受到擠壓 或扭曲 它會產生所謂的壓電效應 PCO electric effect 它會增加那個 五 鈣質的吸收 還有那個五細胞的成長 所以它會長得比較好 長得比較硬 這個所謂的 那個叫做壓電效應 我們運動 負重 跑跳 或是撞擊 都有這個效用 都有這個效用 幫助你骨頭的花衣成長 好 所以是怎麼樣 籃球是和身高絕對 另外是絕對相關的運動 籃球你要跳 要搶籃板 要投籃 要打火鍋 這些都要高度 如果是球技跟體能相等的情況下 高個子絕對占三空 但這個相等的情況下 高個子一定占三空 那這些所謂的籃球選手 他經過從國中 甚至國小就開始了 高中大學 SBL 或是美國的NBA 他一直篩選 到最後留下來都是高個子 所以呢 打籃球 不會讓你長得比較高 影響身高 你這個身高主要的因素是什麼 是你的因素 你如果要長高 抱歉 可能一定要選你的父母 選你的爸爸媽媽 他是很高的 可是籃球 籃球是那個跟身高 極為重要的一個運動 經過層層的篩選 我們最後看到的都是高個子 但籃球的運動 對骨骼成長發育 骨質密度 還有其他其他的好處 當然運動的好處 我想我們這裡就不用講 你不能忽視 籃球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可是他會幫你長得更高 讓你的高度受到你的父母親的遺傳的限制 好 那我們就看下一個 第二個 什麼運動對骨質事務是沒有幫助 我們剛才講過了所謂那個壓電效應 因為有地心靈異 那我們有體重有質量有重量 做地心靈異影響 那運動的時候會增加股質密度 就剛才講的那個壓電效應 我們看一下 可是我們再看一下 太空人在那個失重的狀態 我們我想最近比較看到 少看到那個太空人從那個太空回來 以前比較多 他們下了那個太空艙都需要有人幫忙 他站不穩的 為什麼 他是在失重的狀態 我想你看到那個一些模仿 模擬那個太空艙裡面的運動的話 你要吃東西 你拿下來他就會走了 一滴血 你空中怎麼在空中飄了飄了飄了 因為他沒有重量 好 對骨質的影響是什麼樣子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那哪一種運動是接近瀑布重的運動 我說接近瀑布重的話 沒有重量的運動 可是我們有幾個事實 一個陸地上是大概六 六十到八十公斤的停留 大概水中大概只有二到五公斤 這是屬於失重的狀態 失重的狀態 那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為什麼我知道一個人在水中大概只有二到五公斤 長期處在那個失重的狀態 對骨質是不利的 除非是你用力的充斥游泳 否則對 否則你游泳所得到的利益 沒有辦法彌補他的損失 我現在講的是骨質 真的骨質來講 特別是對有骨質鬆症還有停經的護理更是不利 如果你很喜歡游泳 可是你是這兩種情況的人的話 你還需要做其他的運動 不要只有游泳 對你游泳的話對你可能是不利 好 為什麼我知道說一個人在水中只有兩三公斤而已呢 因為我是讀運動生理的 我在國外驗書的時候幫我那個指導 指導教授做了很多所謂的水中秤重 這個水中秤重是要求一個人身體的密度 那不密度的話我們有一個公式可以來虧估說這個人的T脂肪百分比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有興趣 我的T脂肪百分比的多少 假設我是90公斤的體重 我有20公斤的那個脂肪 那這個吐起來你就知道沒有百分比 他這個就先這樣 然後在撐的時候就要磨到水中 把所有的氣氛都吐掉 然後在水中 讓這個懸空然後看他有多少公斤 這是水中秤重 我想如果讀過運動生理學的應該都知道這東西了 好 那我們稍微比照一下 這兩個人這個比較結實的 肌肉比較多的 這個是脂肪比較多的 他的重量都差很多 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算出來說 你的比重要算你的體脂肪百分比有多少 脂肪越多的 我想你可能都學過游泳嘛 我在水中比較胖的人脂肪多 他躺下來飄起來很容易 可是很瘦的 骨頭比較重 骨頭比較重 然後是肌肉比較多 他可能就飄不起來 在學那個作心的時候都有那種感覺 所以主要是這樣 這水中秤重 所以我們知道即使他這個這麼結實的 也等過三公斤 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幫教授做研究 蹭過那個American football 美式足球的體重的 他大概120公斤左右 可是他體重也大概5公斤左右而已 在水中喔 在水中的重量也大概5公斤左右而已 所以從這裡我們知道 我們在水中是處於一個失重的狀態 就有一點點像在太空一樣 好 所以答案呢 如果你只有長期的放鬆的游泳 而不做其他的運動 對你骨子失重是沒有幫助的 游泳對健康也好處很多 不要放棄 絕對不是說游泳不好 可是這針對說你要做一些衝刺啦 快游啦 或做一些其他游泳以外的運動 跑一跑啦 跑到樓梯啦 跳一跳 跳到山啦 打打球啦 這個都會有幫助 為什麼 我會找這個問題呢 因為以前我就是那個 那個時候姚申甲還在師大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教游泳 來當游泳教練好多年 那有一天我上門課 就有一個我們游泳池中午是開放的 開放給外面的人買游泳 因為我們要燒熱水 所以要有一點錢 就有一位是以前是台北市游泳隊的 他那個時候已經快要六十幾歲了 大概六十五歲左右 他常常來游泳 那我上完課我常常跟他打招呼 我要聊天 後來突然有一天 寶貝 謝老師 我今天去生理檢查 醫生說我骨質疏鬆也嚴重 他說 蛤 你每天運動怎麼會這樣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個地方 說真的怎麼會啊 你每天運動 你會跟他講說 每天在游泳 他說有啊 我有跟他講啊 我每天在游泳啊 可是他因為他年紀大 他游的不是快游 都是慢游 他是放鬆的慢游 放鬆的慢游 後來我也很頭痛 我是不是理由 後來慢慢想 後來又有一個男生 也是我的學生 也是大概五十歲左右 他也很喜歡游泳 也來告訴我說 老師去生理檢查說 我有骨質疏鬆也 蛤 我真的想不起來啊 為什麼 後來慢慢去想慢慢去想 後來也查到文獻 真的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游泳非常好 可是你要游泳 快游 或是游泳你要做一些其他的運動 特別是你已經是 婦女已經停經了 或是已經補足疏鬆的問題的人 真的 你可以繼續游泳 可是也應該做一些其他的運動 或是比較好 好 那我們就接著講第三個問題 為什麼下樓梯會比較容易引起肌肉痠痛 我想各位都應該都體會到肌肉痠痛 台灣那叫退腿 有時候肌肉痠痛肌有跟朋友去爬山啊 會來 隔天爬樓梯都會痛 很不舒服 好 問題是下樓梯下山的時候 比上樓梯輕鬆啊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你的肌肉會比較容易痠痛 那我們先講一下一些事實 肌肉痠疏的形態 肌肉痠疏有一個叫做 等長的痠疏 這肌肉痠疏的時候長度不變 另外一個是向心痠疏 肌肉痠疏的時候它會縮管 等一下會做個示範 那離心縮縮呢 肌肉縮縮的時候 可是還是變長 欸 姚誠一 過來一下 要拖一拖嗎 不用拖一拖 這樣嗎 好 來 這邊 我現在跟我的學生兩個在 Poly比賽 Achuba 好 對 開始 可以贏 你可以贏 可以贏 你看 他的二合吉他很發達對不對 他贏我 他是在做向心縮縮 那我呢 好 用力喔 我很用力啊 可是他沒有強 我的二合吉被他拉長 這個叫做離心縮縮 那他的二合吉 向心縮縮 好 那如果兩個實力相當 這個叫等長縮縮 是向心縮縮 蛤 是向心縮縮 蛤 蛤 好 謝謝 好 所以這樣知道了嗎 齁 很長 向心跟離心就這樣 離心縮縮呢 比較容易引起肢肉傷害 下樓梯的時候 他主要是離心 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你如果走樓梯往下 你的體重 往下一波的時候 你都要先一個反衝 反衝的時候 我的股四頭肌是離心縮縮 然後再向心 我向 我要先反衝 反衝我這個股四頭肌 是離心縮縮 那離心縮縮 好 等一等一等 現在了解吧 離心 就好像說 你從一個板凳上面跳下來一樣 你可以跳下去 再緩衝一下 緩衝這個過程就是離心縮縮 你肌肉在心縮 是不是沒有縮縮 那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這向心縮縮縮 他縮短 這個等長縮縮 靜態的縮縮 腾度不變 這個立心縮縮 剛才那個雅老師他比我強壯 所有的這個光頭肌是 用力的情況下被拉長 用力的情況下被拉長 好 那講這個我們要講一下 這個肌纖維滑動學說 我想你練過 如果練過生理學 可能都會熟悉一點 這個叫做初機師 那這邊的這叫細機師 他是 這個我們看他往中間滑動 這是放鬆的時候 這是收縮的時候 所以肌纖維滑動 向中間滑動 那滑動他主要的 這個是比較細的 這細機師就是actin 這個初機師是myosin 初機師上他有這個 所謂myosin head 或是叫做cross bridge cross bridge 就是橫橋 他會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就是細機師 他等於是會這樣子把它扣起來 那這個頭 他這個cross hand 他會把它拉過來 往那放鬆 再扣 再拉過來 扣 再拉過來 這個過程 對不起 按錯了 對不起 剛剛按錯了 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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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要消耗atp 然後把這個頭整個式拉過來 所以就像這樣 他會往中間集中 可是這次像是縮縮 可是你離心縮縮的時候 他這個也在進行 可是就剛剛好講 這個搖竹輪W狀 他雖然有這個過程 可是他還是被拉走了 還是往兩邊延伸 所以這個情況 就產生一些所謂的microtrauma 微細的一個損傷 在你的肌細胞裡面 肌纖維裡面 那離心縮縮的時候 產生的張力比較大 那因為很巧 滑脫 就剛才我講 這樣 可是他拉過來 可是拉過來 還是被拉走了 滑脫了 好 產生了所謂的microtrauma 在這裡 引起發音反應 刺激摸殺神經 產生所謂的延遲性的肌肉痠痛 延遲性的 你現在做 不是現在馬上就痛 是明天 後天 所以叫做delayed onset 這就是我們的動物 我們運動生理學 你如果讀運動生理學 應該知道這個名字叫動物 那運動後 24到48小時最明顯 你不需要認真治療 人家說 好生痛喔 要擦什麼藥啦 或什麼按摩啦 那個有也好沒有也別的關係 大概72小時以後 那自然就會慢慢的消失 我想你們爬山過了 或是 應該都會 幾天以後就沒有了 好 所以答案是 因為下樓梯主要的是離心說說 比較容易造成 微細的創傷 產生延遲性的肌肉痠痛 好 可是它有一個優點 你看 因為這個都是有證據的 可以保護你六週裡面 你做同樣的運動不會再傳統 六個禮拜你又不會再傳統 另外一個就是這裡補充一下 你如果說以前你常常打野球 可是有一段時間你沒有場地啦 沒有同伴啦 沒有打 忽然你到一個心理環境又找到同伴 哎呀打野球 哎呀好啊 我以前打過啊再來打 今天打了以後明天回去 哦哦 會不會痠痛啊 一樣 你好久沒有做的運動 或是 或是有時候是新的運動 一個新的運動 你從來沒有打過的 沒有沒有玩過的 稍微積累一點 隔天也會產生肌肉痠痛 也一樣 好 好 我講最後一個 這個主要是針對很多人說 肚肉之間運動嘛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教育部 像我們都知道教育部 有一個所謂三三三的口號 各位知道三三三是什麼嗎 姚老師你不要講 你知道你不要講 你知道嗎 會知道嗎 答案告訴你 每週三次 每一次要三十分鐘 那心跳要一百三十次 每分鐘以上 這個教育部的口號 當然這是很粗略的 我們讀運動順利也可能知道 年紀比較輕的 年紀比較大的 可能都不一樣 可是這個是還可以接受 三十三的口號 那有很多人講說 三十分鐘運動 加上交通 要去到運動場 或者體育館 或者什麼樣 籃球場 我要換個衣服 我真的沒有時間 討論到這個 我就有一個研究生 他說 老師 因為我們上個要討論這個 說老師 那我們如果 把三十分鐘分開 變成三個十分鐘來做怎麼樣 或是變成六個五分鐘來做怎麼樣 就分成幾個比較短的時間來做運動 會有同樣的效果嗎 或效果會不會更好 或是比較不好 我們不知道 好 所以 好 這裡有幾個證據 就實驗一 這就是我那個研究生 後來我們發表在那個體育學報上面 他是用了高中生 用了60%的V2M 這就是強度 你如果不曉得V2M 什麼沒關係 就大概 百分之六十的強度 最用力就是100 60就是 60% 在跑步一次上跑步 那我們探討的是 單次短時間 single long duration 就是一次的三十分鐘 另外一個是多次短時間 multiple short duration 三乘十分鐘 可是這個 這個十分鐘裡面 每次間隔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測量他運動 還有恢復時的氧氣的 攝氧量還有能量消耗 我們可以跟他掛那個口罩 我想你如果看過 測他消耗多少氧 我們運動的時候消耗多少氧 然後從那個 我們來算他消耗多少卡路 或是消耗多少母氧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他的結果 當然 因為時間 反正我要用自己畫圖 可是因為時間稍微趕一點 沒有時間畫圖 我就用我們發表的那個論文裡面的東西 把它解釋一下 好 這個灰色的 是single long 就是單次 一三十分鐘的 這個 有什麼顏色 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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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 多次短之間 在運動的時候 他的能量消耗就差不多 可是運動完了以後的恢復 我們繼續測量那個氧的消耗 這個多次短之間的 他的能量消耗就比較多 恢復期 所以這個師傅 這是能量消耗 已經把它轉換成能量消耗 好 運動的時候一樣 可是恢復的時候怎麼樣 你把它分成三次的 能量的消耗環的比較多 總加起來 這把它總加起來 就是分成三次的 能量消耗比較多 好 那我們從這個裡面 能量消耗裡面 我們再來算 到底裡面是 你消耗的是 碳水化合物呢 還是脂肪 好 好 我們再去算 這是脂肪作為能量來源的能量消耗 好 當次的 短時間 都是短時間 運動的時候 對不起 好 在運動期的時候 這個星就是表示有顯著差異 他就比他消耗比較多的脂肪 在恢復期 也比較多 總共加起來當然也比較多 好 當然我們 我們 算的是用所謂的 Respired Percent Ratio 這個RER 有一個表 然後去換算他 因為就知道他這個 你這個 就是呼吸交換率 你可以知道 他消耗多少 大概百分比 百分之多少的脂肪 百分之多少的 碳水化合物 那有多少是這個蛋白質 這樣去推算的 好 所以我們那個發表出來以後 沒有多久 我在文獻上 在那個網路上 看到 這個日本的 都發表在那個 Juneral Priced Physiology 這個是 我們如果 讀運動生育學的話 這是很高水準的一個期刊 他有做類似的研究 用大學生 60%的Viotumac 腳踏車 他是一次60分鐘 兩次30分鐘 中間 休息20分鐘 當然他時間比較長 可是ID也跟我們很類似 我們都不認識 可是我們同時幾乎做同樣的 類似的研究 那也是說他怎麼樣 他還抽血 這脂肪酸的代謝 他的結果 重複性的運動 重複性的運動 就是說分成兩次的 而不是一次做完的 會釋放比較多的脂肪酸 特別是在會晤期 增加脂肪的氧化 等於說 你反而會燃燒比較多的脂肪 所以他跟我們的發現 非常的類似 兩個那麼遠 完全不認識他 當然後來我也寫信給他說 我們有類似的研究發現 跟你的很類似 我很高興 但是後來我們也一起溝通 好 所以這是第二篇研究 好 第三篇研究 就是後來我就想 十分鐘 如果你說沒有十分鐘 我們把它變成五分鐘好了 所以類似我們前面那個研究 所以一成三十分鐘 六成五分鐘 好 好 我們的結果也是類似的 也是恢復期 這個也是沒有顯著差異 差不多 當然現在這個稍微多一點點 恢復期還是比較多 總共的 這個六次五分鐘的可能比較多 能量來源 也是恢復期的消耗比較多 好 好 所以這三個研究 都告訴我們 多次短時間 比當次長時間的運動 更能消耗更多的能量 特別是燃燒更多的脂肪 好 那現在就是 我們的重點 只要你有一點點時間 你都可以用多次的運動 來燃燒更多的脂肪 你的減重效能不會更好 有人可能會問 那為什麼 我可以舉一個比喻 舉一個比喻就好像說 一個中泡塞 在板得 我想大家聽這種台語 板得 好 一個中泡塞 一次要辦三十桌 他比較省力呢 比較省時呢 比較不會那麼累呢 還是分成三次 每一次十桌 哪一個比較累 一次只辦十桌 分成三次的比較累嘛 當然 因為你還要搬東西啊 擺桌子啊 完了以後你還要收啊 雖然你收的是十桌 但是三十桌沒有那麼多 可是你的工作 你的勞累程度 加起來的話比較累 所以像這樣的話我們在辦事情也會說 一次三十桌都辦我可以的話就三十桌都辦 比較省力 不會那麼麻煩 可是我們把它想回來 我們現在大家都營養都很好 喜歡去夜市啦吃美食啦吃很多好吃的東西 我們的目的不是在節省能量 我們要浪費能量消耗能量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都是短時間的比較好 所以我們從這三個研究裡面來說 只要你有時間你就去運動 所以你下課十分鐘 我五分鐘去走一走啊 爬樓梯啊上下 我再回來上課 或上個一號走一走 再回來 我不要坐在那邊 只要你有時間你就運動 你加起來的效果會更好 你會燃燒更多的脂肪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這邊的同學 那個前面說打籃球的孩子會長比較高 那我想問體操選手 大部分體操選手比較矮 也是相同的因素嗎 就是是不是因為比較矮的選手 運動表現比較好 所以就會看起來就是 體操選手好像比較矮 所以很多父母都會覺得 不要去練習 可以的成績很對很對 沒有錯 也是經過篩選 因為你那個製作比較短的話 一些很多空翻啊 或是那個當上的什麼大回轉這些 比較短要怎麼做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是你身段短的話怎麼樣 比他們平分的標準 美學的觀點來看 比較不會那麼漂亮 所以我們看到世界的錦標賽克阿倫地國運動位 的冠軍還是有一些甚至蠻高的 像那個喜歡的國家 比較高的 你講的沒有錯 比較矮的 冠軍比較容易做 所以他們的記憶俱列會影響到他們 增長的關係 主要是因為影響到增長反受 是因為他們 不會 應該不可以 也是經過篩選 因為你可以提交你要好的話 才能夠再往上升 你不好的話可能自己說我不好 你就放棄了 你會選擇其他的運動 或是你沒有辦法就說 像等於是保送或是到很高的層次 老師好 因為看到這個最後一個主題 讓人覺得很興奮 就是可以多次短時間的運動 而且效果比較好 那請問他間隔的時間有 這個第一個研究是間隔三個小時 那後來我們發現不需要三小時 這個好像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五分鐘完了以後 大概有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的休息 然後就再做五分鐘的運動 然後再間隔大概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再做五分鐘的運動 是這樣 那請問一下教授 因為現在有些建設的書 他會建議你快個五分鐘 慢個五分鐘 也是類似這個原理嗎 然後四個循環類似怎樣 有一點點類似啦 其實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另外一個我們所知道的理由就是 破壞我們體內的一個恆定 你現在坐這邊 你的心跳是大概多少 你的血壓多少 對不對 可是你起來運動 或是有火追你 當然會快跑 你的恆定就破壞掉了 你血外升高 心跳會加快 血液性能加快 你的腎臟腺素你都來了 啊你要快跑這些 運動的時候都有這種現象 可是完了以後 這個完了以後他又會恢復恆定 他又會降下來 會穩定下來 心跳會遇到你休息的時候 血壓會遇到你休息的時候 就這個過程 所以主要的就是恢復恆定的這個過程 對 叫消耗能量 另外一個比例 對不起 你說你開車開那個高速公路 可能同樣的距離 假如說50公里好了 一直開完 你如果在市區有紅綠燈 還有一些行人 你要停下來 然後再啟動 紅綠燈就會停下來 這是比較好有 類似的道理 類似的道理 憲教授 請問一下 現在西方基金會 還有這個現在全國的一些 這個慢跑肌肉部 不是慢走肌肉部 他們強調的是一萬步 但是一萬步如果分成三次四次來走 他的效果 按照憲教授的意思 可能那個減重的效果會比較好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說是不是減重比較好 依照我們這三個研究 應該啦 來推理是應該 可是一天一萬步 他是只要你所謂的accumulate 你一天累積一萬步 因為他是就是這個說 他經過他們的研究大概一萬步 才能夠真正的降低你的血壓 或是你的一些疾病的減免 才會有效果 所以我想依照我們這研究可以這樣推論 可是我們還沒有證據 依照推理是可以的 他強調的是只要你一天累積一萬步就好 不要說一次把一萬步走 不需要 不需要 一般都帶了一個怎麼會記不記 你現在要去搭公車 可能走了兩百步 等一下這個搭公車完了以後 你上樓地上你的辦公室或是怎樣 只要一天累積一萬步就好 請問一下就是剛剛說那個運動的部分 就是短時間的運動 那後面像第三個學院 還有講心跳率133 那就是說是不是我們要到 對133 只是我們控制大概大約在那個強度 對 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有強度 像慢走可能沒有那麼強的強度 就我理解 然後那是不是要做怎樣的運動 就是那個五分鐘就要突然到130以上這樣 我想不要 因為我們在做研究 要比較 所以有一些東西我們要控制大概相同的情況下 談一比這樣 那既然我們有這個三個研究 可能還有其他的更多研究 也類似的 我們再來 我最後的我們就是來推論 來推論 可能不需要說你一定要到這個強度 重點是你只要去運動 只要你去動 動就好 動就好 好 就是剛剛說那個 不是小時候就是 有舉重那些會影響到身上板 那如果比如說像打球 過度的打球 過度的調球 這樣不會讓身上板受傷 也有可能 你如果打太多 所謂過度使用 你會引頂到身上板 有一些叫做過度使用的傷害 那最明顯的就是像游泳 游泳 因為你說游泳像這個肩關節 你如果一個選手 假如說一天有1萬公尺好了 你看看這個要幾次 不管你是挖泳 我們這裡游泳教練在這邊 或是跌泳或是仰泳 你看這個肩關節要用幾次 所以常常游泳選手有一個 那個overuse syndrome 這個肩關節 它會很有問題 那沒有錯 你如果是打籃球一直跳一直跳 或是跳得太厲害 有傷害 那你沒有注意 沒有足夠的休息 可能也會影響到身上板 對 有沒有錯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講題上面是 你問那個延遲性肌肉痠 那個跟以前就常聽到 那種乳酸堆積是一樣的意思嗎 啊 很好的問題 你抽有沒有關係 我先問你 你腳有點像 蛤 你腳都有痠痛 你說 我說跟乳酸的堆積有沒有關係 我先問你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問感覺很難 他說那種感覺啦 感覺很難感 他猜 你是答對了 可是你是猜的 對 那個乳酸的堆積跟肌肉痠痛 其實你還在的時候 有一個研究生理的做這個研究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乳酸的堆積 大部分是在你肌內運動完以後 大概在30分鐘 乳酸會堆積很高 可是大概30分鐘 最慢最慢大概一個小時以後 它就會恢復到正常的水平 你現在血液裡面也有乳酸 不是說你現在都沒有 只是比較低而已 我們日常生活中 都會有乳酸 只是大概一個minimole 那你肌內運動完以後 可能到10個minimole 或是16個minimole都不一定 可是肌內運動完以後 大概 體能情況比較好的半個小時 就會恢復到一個minimole 正常的休息值 比較不好的大概一個小時 可是剛才講 我們延遲線的肌肉痠痛 是什麼時間發生 對 大概一天兩天 所以兩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有人說 我肌肉痠痛 隔天說我在乳酸堆積 不對 完全不對 因為我有些人真的做過這種研究 不是中慶 那個是麗娟跟那個血癮 做一個小研究 就肌肉最痠痛的時候 大概24到48小時之後 開始抽血 乳酸 很低 很低 乳酸很高的時候 大概 大概運動完以後 大概15分鐘左右 20分鐘以後大概最高 你去測肌肉痠痛 不太會痛 就一點點 好 好 這邊 不好意思教授 請稍等一下 教授 就我們這樣的解釋 那我們過去對於乳酸堆積 都說這叫負養 負養債 到底有負養債這回事嗎 其實養債已經 以前 這個現在已經 我們運動生理學 已經沒有這個名字了 現在叫做EPOC 就是運動完以後 超過你休息值的那個攝氧量 現在不想把它叫做養債 以前說 我等於說 好像說我現在沒有錢 我現在養不夠 我先借 先借來用 讓我做肌肌一動 等一下我再還 後來發現 這個後來等於是說 你運動完以後 你的恢復這個時間 不是完全是養債 沒有什麼關係 是其他的因素 你養 涉及量還是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體溫上升 還有其他一些代謝物 而不是養債 而不是純粹是養債 是一點點而已 這個就是所謂的VO2 就是所謂的攝氧量 好 這是零 我們說這是時間 這是時間 這個往這邊的是時間 這是VO2 攝氧量 消耗多少養 這個是 因為你現在坐在這邊 沒有激烈運動的 這是休息時候的攝氧量 好 你開始運動的時候 你這個攝氧會升高 這樣 假設是這裡你運動 30分鐘 好 這邊你運動結束了 這邊運動結束 這是攝氧量 你開始運動 攝氧量 攝氧量比較高嘛 那你做運動 這個是一個穩定的狀態的攝氧量 會平穩 好 你運動結束 好 好 你的攝氧量呢 怎麼樣會很快的下降 那慢慢的回復到 你休息時候的這個值 這是休息的 我用不同的顏色嗎 這個 這個是你不做運動 也需要消耗的氧量 因為你現在也要呼吸啊 我現在如果叫你呼吸 你整個幾分鐘就 蛋了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呼吸 這攝氧量 這是休息時候的基本攝氧量 把運動的時候上升 運動結束 馬上就下降 可是一段時間 它會恢復到休息的這個值 好 這個 叫做 我們這個B B O C 就是超過了 Post-Exercise Oxygen Consumption 等於是你運動結束啦 可是還是有這一些 超過你休息時候的 測氧量 我們知道 我們消耗氧 就是要有能量 消耗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叫做 所以剛才講的 雖然比運動30分鐘 這一塊可能會比較大 可是我們分成三個十分鐘 雖然這一塊比較小 可是有三塊耶 你把它加起來 就比這一塊還大 就是這個 現在了解了嗎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運動後的 超過你休息時候的一個測氧量 這樣會答你問題嗎 可以嗎 請問謝教授 照理這種說法是 延遲性的肌肉酸痛是一種自然的生理現象 他結果24到48小時必然會消失 對 那我是在懷疑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去把這個時間縮短 用什麼他會縮短 尤其是針對那個競賽型的選手 他們有連續的比賽 如果照這種說法是 他不要做任何的處理 那他繼續比賽 那當然會影響他的一個比賽成績 所以我覺得這種說法是不是有一些 好 有關於這個 是有很多的研究了 你剛才講說肌肉酸痛 會讓他那個酸痛的時間減短 趕快的比較快一點不酸痛 是有很多這樣的研究 可是都還是有限 還是有限的 你如果是真正一個好的選手 訓練有數的選手 他是不會有那個現象的 他平常的訓練量 比賽的量還大了很多 我如果知道你是選手的話這樣 那像你們的校慶 可能你們是班隊或是戲隊 因為平常不太運動 可是要接力啊 我會帶給我們班 我們去衝個四百公尺 你隔天可能就會傷痛 可能有人說 你那邊做個按摩啊 或是插一個什麼 什麼就是說 SALOMED酒啦 或是藥啦 或是怎麼樣的話 或是什麼什麼 按摩或是什麼樣 做比較好 可是是有不少這樣的研究 可是效果都很有限 所以很有限 安慰劑作用 心理作用很 對 有人說 有人做過的是 ISOPROFEN 就是一些那個 止痛藥 或是 減少發炎的藥 都有一點效果 是不會很明顯 不會很明顯 請問謝教授 謝教授 你說如果是太早成長階段的話 做過重的訓練 中央訓練會影響那個生長版 對 那你是認為幾歲的時候適合做 因為我覺得有些運動 像你青少棒 他們那個要很大的力量 不做中央訓練也不行 尤其我看那個美國的有些高中 籃球都已經練的肌肉很大了 那他們到底幾歲開始練中央 一般的話 開始就是用所謂的自身的體重 自身的體重 像我眼底上上 我自身的體重 或是我自己跳 自身的體重 比較沒有關係 當然你也可以做 所謂主力性的訓練 或是中央 只要不要太重 不要過度負荷就好 不是說不可以 是可以 不要做得超過了你這個黏黏的骨骼 可能都負荷了 當然就會損害 這個損害 這個損害就這樣 有一點像說 你這個水泥 這個樓肌的水泥還沒乾 你就去塌一下 它就會糊糊了 它就會有一點壞掉 它就 用這種觀念 用白話來講 它在生長化育 它還沒有完全成熟 還沒有完全蓋化 你跟它過度使用 或是壓力過大 或是怎麼樣 會傷害到這個形容 不是不能做 不要太重 不要太多很好 其實它也不問題是 什麼時候開始做 真正的學習 重要 隨時可以 那這樣就是看你中能訓練 你怎麼會去墊藝 我做 我跳成也是中能訓練 對我講 中能訓練 我不指的是 你健身房 我健身 那美國那些 有些高中男主 肌肉筋很大 那是健身房有變的 那不是一般無變 他們還可以長那麼高 我剛才講過 不是說不可以做 還是可以做 你就不要太重 不要超過你那個股閣 那個股閣 就可以了 對 對啦 不是不能做 就是說你不要太重 不要傷害就可以了 好 好 老師請問一下 我覺得你那個 這三個例子 太保守了 所以原因是 美國運動醫學會講 對於一般的那個 概念你就講 一個禮拜運動150分鐘 然後每次那個 10分鐘才可以放進來 第一個 criteria 是心跳率的那個強度的概念 對 對 如果這樣一算的話 可能 都不叫運動 所以 不是啦 如果想身體活動 對於 都不運動的人 他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起始行為 對 可是如果對於 大學生的話 我覺得這樣太保留了 他們會 會把你當成 標準歸念 你就看到一跳 中大學生在那邊走路了 都不跑了 所以請你 能不能給大家提點一下 謝謝 應該大學生 特別是你們中大 我知道你們體育課還是 三年必修嘛 一年選修嘛 可是在全國的大串學校 我們師大還有 不多咧 剩下幾個學校 好像只有 不會超過10個 對 絕對不會超過10個 所以你們運動的時間還是很多啊 你們三年必修體育課啊 像很多學校 體育課是必修一年而已的 所以中大的學生 我想應該不會做這麼輕的運動 這個是針對 真的是 是在上班的 一般的人 不喜歡運動的人 鼓勵他 我們這個族群是比較一般的大眾的 不是年輕的學生 其實年輕的學生他對這個可能也太簡單了 我就是怕他們會把年輕話噴進去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希望如果這邊有學生的話 你一定要我會做意 你們可以做更強烈的運動 更長時間的運動 再來問 就是剛剛這個研究的結果 就看到不只是熱量消耗得多 而且對脂肪的消耗也比較多 那讓我有點訝異 因為之前聽的觀念好像是 比如說做有氧運動 通常要25分鐘30分鐘之後 才會比較會開始消耗到脂肪 那 以這個來看 即使5分鐘的好像也有這個效果 那 這個終點 可能不是 能不能夠連接你 以前的觀念 你說一般的話說 像有氧舞蹈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跳舞有氧舞蹈 或是有氧運動 一般都要30分鐘以上對不對 那其實他主要是30分鐘以上 你整個運動過程所消耗的能量 來自有氧的會比較多 來自 所以叫做有氧運動 所以叫做有氧運動 所以叫做有氧不大 可是有氧無氧這兩個是一起的 我們做任何事情 有氧無氧都一起在 只是某一項運動 像馬拉松 你要跑完整個馬拉松 有氧的比較多 整個馬拉松所消耗的能量 有氧也是占大部分 你說如果跑100公尺 整個跑100公尺的能量消耗 無氧的比較多 就這樣來算的 所以其實兩個 這兩個是叫做一個 就是continue 它是連貫性的 是兩端 不是全有全無 你做任何運動 都是有氧跟有氧就在一起 不曉得 因為之前好像 你的觀念好像是 人的身體會先從容易取得的能量來使用 所以先從這個肌肉裡面 然後從肝糖 然後之後很久 別的好用的用不完 才會去燃燒脂肪 所以我印象中那個 二三十分鐘之後 好像是這個 這個 其實我們運動 剛才講的運動完了以後 你這個EPOC這個期間 其實我們都會用很多的 所謂這個有氧的代謝來產生 那有氧代謝主要是產生燃燒脂肪 來補充回去 恢復 你剛才講的 我們講的是所謂的 一個恆定的破壞 你要恢復這個恆定 大部分就是用有氧的 所以也可能就是我們發現說 你停下來以後 反而消耗的脂肪 那有氧的就比較多 不是 可是你講的 你剛才講的是 整個運動過程當中 沒有考慮到運動完以後的 你剛才講的那種觀念 所以我剛才講 整個馬拉松的運動 你從出發到跑完 消耗的能量 絕大部分是有氧的 有氧的也有 可是絕大部分是有氧的 有氧來不及 有氧來不及 有氧來不及公里 100公尺 可能是幾秒而已 這算這個喔 你沒有考慮到說 你運動完以後的那個代謝 那我們這個研究是考慮到 你運動完以後的那個代謝 所以可能不太一樣 好 還有兩個問題請教授 那個 剛剛所說到那個 少量多次啊 所以我們能量消耗跟脂肪的消耗 是來自於說 你打斷平衡之後 的那個 恢復嘛 需要用的能量 那那個 有另外一個很常見的 特別是在體育界常見的 就是HRIIT 它的 那個作用原理跟機制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你再講一下 H High Interval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HRIIT HRIIT 我知道 有點類似 因為中間有休息 你強度很高 可是你可能是停下來 或是短暫的休息 有點像早期的叫做 健身訓練一樣 你健身訓練的效果有沒有 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 你這樣的話 HRIIT就是 你強度能夠夠 強度夠 你有足夠的休息 你很快的就能夠再恢復 再做一個比較高潛度的運動 這樣效果就比較好 對沒有錯 我也看到這個文獻 它也會燃燒比較多的食物 還有一個問題請教一下 就是 對我們一般不是說 習慣說運動完 特別是一些健身運動完會打筋啊 就是 靜態生產 不是動態生產 靜態生產 那那個是不是對動物會有幫助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可是 不會很明顯 如果是就要痠痛的這個 只是 趕快排除你一些 一些代謝物而已啊 或是讓你的血液回流回到心臟 就這樣而已 那個動物它痠痛是來自說 就是 有些微受診它在修補發炎反應 對沒有錯 對 那個 我們有同學反應啊 我們那個運動場館 場館啊 燈光要開放到晚上12點 然後希望能夠開放到上午天亮 你覺得從運動生理學角度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 謝謝 對半夜運動好不好 其實就看你的生活作息啊 你如果是所謂的夜貓族的 你是晚上比較活躍的 你可以睡到11點中午才起床的 我覺得可以沒有問題啊 可是如果你是8點就要來上課的 我不贊成 不是 就是9點有課的 4點有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看個人啊 不會影響健康嗎 蛤 不會影響健康嗎 應該不會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生理時鐘 你如果習慣了你就習慣了 你這樣影響會打拖學校的 大份房間沒 可是 可是如果以行政的立場 以行政的立場 或是比較絕大多數人的立場 我是不鼓勵說我晚上開放到天亮 你家長立場 蛤 你家長立場 我也不同意 哈哈哈 家長我也不同意 你說得帥 老師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個 就是請教您 您到那個 澳洲的那個 運動科學與游泳訓練 這個那個書本裡面 對 可不可以 把你那個經驗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 澳洲它在游泳訓練上面的一些 特點是什麼 然後需要有什麼 地方知道我們借進的地方 謝謝 這個已經十幾年前了 當然 在2000年的時候 休假的時候 就去澳洲 特別 因為他們那一年是 兩天那個雪梨奧運嘛 那 我是去觀察他們的 他們的 吳士蘭 還有他們那個 國家訓練中心 就是AIS 那一些訓練 特點 他們運動科學的介入 非常的徹底 有一群運動科學的人才 像運動生理啦 或是醫生啦 運動防護員啦 或是那個 那個所謂的生物力學的力學分析啦 都跟他們所謂的 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國家隊還沒選啦 他們是 五月才選 才決選 可是很多代表隊 很多俱樂部 都在拚啦 所以他們每個週 像昆士蘭 我們比較在昆士蘭 他們就有一群運動科學家 就跟在這些 可能被選為奧運選手的 代表隊的 每天就在做一些 像我比較說是 幾乎一個禮拜兩次 做那個血乳酸的測驗 由十個 十個還是八個兩百公尺 每次玩了又抽血 看他們身體的情況 還有做那個力學的分析 還有那個這個 我要強調的重點 就是運動科學的人員 一直跟著他們選手 衝突更大尾 不像我們台灣 奧運來了 亞運來了 在左營集訓 就是 誰教授 像教授 這個 有空去幫忙一下 去看一下 去問個導遊 我們沒有辦法做什麼 完全沒有效果 他們運動科學整天 跟著教練跟著選手 這是他們的特點 他們的成功 就在這裡 還有另外一點 因為我去過他們那個國家訓練中心 整個他們有宿舍還有訓練還有實驗室很多很多 很多檢測旅 他們的餐廳每一樣食品 就像那個 假如說今天是什麼 炒飯 炒麵 或是什麼咖哩 或是 Rasani 或是什麼其他的 他都會標示 熱量多少 用 好像我忘掉的是 紅 藍 還有綠 表示說 這個你如果 他會告訴你 你如果要增加體重的話 吃比較多紅色的 你如果要減重的話 吃綠色的 比較多一點 他會告訴你 所以他們的運動一樣 做得非常徹底 非常徹底 而且觀察到 在這個餐廳裡面做事的人 每一個人都很認真 後來我回來 我有一個觀念 假設說 每一個人 都能夠很努力的 把他應該做的事情做好 這個單位就有希望了 不需要天才 我掃地的 很認真的把他掃 我洗完的 反正洗很乾淨 我做菜的 反正做的 應該我做的 我都做得很好 好 這個國家 這個單位就有希望 就像我們現在在台灣 什麼都不能吃 什麼都有問題 真的是我最大的感受 每一顆螺絲 你就把它拴緊 這個機器叫什麼 這個螺絲不需要是黃金 不需要是白金 什麼 不需要 只要把它鎖緊 就每一個人 你應該做的事 把他做好 最重要 教授把書教好 你學生好好學習 你掃地的把地掃好 管體育管的把體育管管好 掃游泳池的把游泳池掃好 應該關門的日子關門 應該開的日子看 都把它做得很好 這個社會 所以 回那個李楊老師的回答 這是我最大的感受 每一個人都很認真的做他 應該做的事件 好 我還是回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去試過跑步機 或者是健身房的腳踏車 它上面都有卡路里燃燒掉 我跑步機我發現前30分鐘卡路里可能消耗不到200卡 但是30分鐘以後每10分鐘可能就會超過前面30分鐘 那腳踏車也一樣 你如果前面騎5分鐘你發現卡路里幾乎沒有燒 5分鐘以後就快速燃燒 那等於是他設定錯誤了還是說 如果是謝教授的理論是對 那你應該跟那些設計健身器材的廠商也要 叫他們整個軟體都要等待 因為你去跑你會發現後面越來越燒 效率越好 我的回答 他怎麼設計我不知道 可是又回到我剛才強調的 你是持續運動 我的是運動完了以後 測量 你是持續的 你說剛開始的那個卡路里消耗比較薩 後來反正越來越多 所以可能不是很一樣 我說不是 我要強調的是說 你運動完了以後 你要恢復常態的那段時間 會消耗比較多的能量或是脂肪 那你如果這種時段多一點的話 比較有效 可能是讓內能量比較有效 所以你的問題有沒有辦法回答 真的 那我的重點就是鼓勵在家的運動 你不要說你沒有時間 你這樣五分鐘 兩分鐘也都可以了 就是要動 我們是動物 不動的話是不好的 對不對好像有問題 等一下或許我再補充一點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最近我一直在自己控制體重 體重也過重 曾經到96公斤 現在控制到90公斤 我覺得運動能夠消耗能量其實有限 很重要的是飲食 很重要的是飲食 你如果要控制體重的話 其實我的觀點是 其實你不要說這個不能吃 這個不能吃 這個不能吃 我的觀點都可以吃 你只要每一樣東西少一點 少一點 少一點 少一點就好 慢慢減 本來你一餐吃兩碗飯的 變成一碗半 變成一碗 你也喜歡吃怎麼控吧 沒有關係 照樣跟你吃 以前你是一餐吃一塊 一天吃一塊 現在吃半塊 吃人機一塊 慢慢減 慢慢減 這是我的看法 可是這個感覺好像每一個人都不太一樣 當然我們都是不一樣 我們的基因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就想辦法多喝水 或是你餓的話 吃一些比較纖維性的 吃的比較容易飽的食物 可是它的卡路里量比較少 或是蔬菜 或是糙米 或是一些 比較牽的食物比較多 現在不是有很多什麼高牽的飲料 高牽的食品 類似這樣 你如果有飽足感 你不會覺得餓 可是卡路里數是低的 太有趣了 比如說剛剛那個 講到那個離心收縮那邊 比較容易造成那個 顏色情結合傳統 那如果是考慮 如果是你要訓練你的肌肉的話 訓練你的肌力的話 那離心收縮是不是也會有 相對於相吸收 會不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很好 其實齁 有一段時間有人鼓勵說 你如果要訓練肌力 你不要說只有引體向上 引體向上好 可是另外一個 你下來的時候慢慢的放 就是離心收縮 那會增加你的肌力 有另外一個理論 有人做過實驗 是有一點效果 就是說 一般是引體向上好對不對 可是我拉上了以後慢慢放 甚至我就先用個墊子上去好了 然後我底下綁了很多鐵塊 然後我先把椅子敲掉 我慢慢的放下來 我在做離心收縮 他們的研究發現 好像說以後我來做引體向上 比較多次 比較有力量 因為離心收縮產生的張力 他的tension比較強 因為剛才是講過 被拖掉 你要拉過來 可是又被拉走了 這種 也比較容易受傷 沒有錯 比較容易受傷 沒有錯 可是效果比較好 效果比較好 那我們這場生活裡面 有很多就是相親離心都有的 像我如果這樣拉 就等堂 你下樓梯就是離心比較多 上樓梯是相親比較多 類似這樣有很多 OK 好 謝謝凱文 你好 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像那個投手 他下投手丘以後 是不是就是馬上幫他逼出 但是 就是關於這樣子的舉動 是跟那個 預防原則性肌肉痠痛有關係 他說這個投手 下投手丘以後 他現在不規定說 只能投幾球嗎 下投手丘 這會是大年門 要馬上去冰敷 這個可能不是 原則性肌肉痠痛 可能他們 已經 一般練習那麼強度那麼強 或是每天都練習 已經可能不會有所謂的痠痛 可是還是會有發炎反應 過度使用 還是會有所謂的發炎反應 所以一般的話是 讓他發炎反應不要那麼激烈 讓他溫度下降一下 可能不是痠痛 我猜啦 我應該是這樣 應該不需要 應該不需要 那個不是傷害 那只是說你 因為投這個 投出來就是 都是那個 球數都超過100公里了對不對 對 就說時候全部很強 很強化 就需要 反而又讓他 把引起的發炎反應 不會那麼快 或是那麼嚴重 這樣 不好意思 延續剛剛的問題想問一下就是 延遲性肌肉 因為既然延遲性肌肉痠痛 它也是有部分的發炎反應 那是不是相對的就是我們用冰敷 就是改善效果可能會比較好 還是我們還是持續就是要等到24到48小時之後 它才會完全的 你也可以用冰敷 你也可以擦著什麼 少路面記錄 然後什麼藥 然後是按摩 都可以 可是它 它 是會有某一個程度的效果 可是都不是很明顯 我強調都會有一點點效果 或是心理作用 可是都不是非常明顯 不會沒有辦法完全臉除 我的意思這樣 老師我剛才在思考就是老師剛剛講 我問的問題是那 游泳選手跟一般陸地上的選手他們肌肉 老師有提到說 他們運動的肌肉不同 我想請問 我之前有在看這方面的資料是說 有提到我們肌肉有分兩種紅肌跟白肌 請問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 每一個人都有紅肌白肌 對 可是游泳選手 因為像我也是練游泳 我的肌肉 因為我在做治療的時候 物語師說我的肌肉很軟 可是我的肌肉發達 他說 很特別 就是這件事讓我很討厭 發現說 我們練游泳 跟一般做陸地上去訓練的肌肉 其實很不一樣 我一直在找這問題 問你是為什麼 這個真的很難回答 因為他運動環境 剛才講的說不一樣 他所謂紅肌白肌 你說田徑選手可以有嗎 都有啊 當然一般來講 你如果是比較長距離的選手 或是馬拉圖 你油1500的啦 或是馬拉圖 田徑馬拉圖選手 你的紅肌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白肌少一點 一百公尺的 衝刺的 可能你的白肌多一點 紅肌少一點 可是都不會差很多啦 可是都有 因為游泳 你對抗的 所謂你的對抗的那個 那個那個環境 是水 它是流體的 它不會像那個 那個陸地上是用棒棒的 所以你流體的 你雖然在用力在滑 要身體減輕或是在打水或怎麼樣 可是是流體的 所以 怎麼講的 運動的特殊性 對啊 他就不會變成說像田徑選手 有一些肌肉蠻僵硬的 硬硬的 那就不會這樣 那不一樣 我不曉得 再跟你怎麼解釋 我想 他的每一件是不一樣 你在游泳池裡面 水 你接觸的是水 你要克服的阻力 是水點裡的阻力 肌肉發達所代表說 肌肉的那個力度是比較大 肌肉所謂的發達的話 有兩個 一般的話 主要的是肌纖維的變粗變大 叫肌纖維的肥大 另外一個理論說肌纖維會增生 一條變成兩條 兩條變成四條 可是在人體的實驗現在 沒有這種現象 動物可能會有 所以人體的肌肉你說 健美先生那麼粗大有沒有 那是本來一條他變得比較粗 本來是這樣 每一條都粗大 就變得很快 所以可是現在游泳選手做 還是做很多主力訓練 重量訓練 可是他們做的主力訓練 拉的比較多 像那個我不曉得你們游泳隊有沒有 發散 發散就是拉的 或是像魚巾 也有一些 也有不少那個 到那個重量訓練 是槓鈴、啞鈴也有 他們也做很多 請問一下這樣他們做過 他們肌肉不是會比較大嗎 就看起來就是比較 就是剛剛老師講肌肉肥大 這樣不是比較跟 跟一般像甜蜜選手他們看起來 那身體不是一樣嗎 就是肌肉肥大這樣 對 可是我看 可是我剛才講過了 其實他們 你是在 你那個游泳選手的皮下指 那個稍微厚一點點 所以就 你可能會肌肉有線條 可是就被那個皮下指 手蓋起來 不會那麼明顯 看起來也沒有那麼僵硬 其實你注意看 那是那個 那個 麥可菲爾 菲爾普斯 你看他的肩膀 還有好的游泳選手 上半身都很發達 特別是游泳 上半身都非常發達 上半身 你是別泳 你是一樣 反正是結泳 或是洋泳 上半身用了很多 你注意看 他都是 臺灣那個 三角身 肩膀那麼高 有 是個小小的 肌肉還是很發達 只是說 剛才講的皮下脂肪 稍微反而蓋住而已 像是主持人可以問問題嗎 我想把最後一個問題 也留給自己 就是這故事 我先從我家的狗說起 我家的狗年紀大了 然后呢 就是只要最近有看到他的每个人都说 你怎么又胖了 你怎么又胖了 我这边想说 哎呀这不行啊 我就量了一下他的体重 就发现他体重其实没有增加 那后来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就上网查了一些资料 就查到一个 有点吓到我的资讯 他说人年纪大以后 即便你的体重没有增加 其实你还是胖了 因为你的肌肉跟你的脂肪的比例会变 你的脂肪会增加 然后你的肌肉会减少 所以这是真的吗 天哪 想请教一下谢老师就是他的机制 就是比如说像刚刚也有提到 那个肌肉到底是变粗 还是说变多 以人的话只是变粗啦 肌肉以人的肌肉 对那他老了是不是就变细吗 不是 其实这个跟老化过程 你老了以后 不好意思问一下中老年的问题 老了以后你的活动性就比较少 你用的肌肉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所以你肌肉会让他在变粗变大的可能性会减少 年纪越大你可能活动力越低 又不省动 或什么行动方便或什么慢性疾病都不省动 所以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脂肪被积或许会增加或是不会减少 这比例就变了 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延伸性的问题 因为也是另外一个恐怖的数据 他好像说肌肉多久没有用 就会萎缩 我一点忘记那个数据 两个月还是六个礼拜 反正也是有吓到我 不过看来也没有吓得很厉害 因为我忘了 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很明显 我想这个很明显 因为其实在那个 因为我看过那个什么样 那个苏联的一个研究 他们要模拟说在太空 太空里面肌肉萎缩的情况 或是生理情况 他就躺着 较健康的人躺着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吃拉洗澡通通要在床上 等于是刚才讲的 都躺着 等于是不負重的 不負重的状态 有点像那个游泳 发现肌肉萎缩的情况很快 大概三个礼拜就很明显 我想我们刚刚讲过的 那个太空的飞行 大概等多几个礼拜 我说一个月好了 他下来几乎没有办法走路 因为他的肌肉萎缩 因为没有用 没有負重 我们有負重的话 我们就有神经通路 那就会刺激 然后就会有营养 就会发达 就会使用 就维持最少维持现状 如果不用的话 他就萎缩掉 那太空人还救了回来吗 那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开始动 那有没有某一个 比如说到了几岁 某个年纪就救不回来了 我想这个没有说救不回来的 没有啦 可以想要持续的动 可能比较长的时间 比较长的时间 我记得 那个太空回来 那个晚来以后的肌肉萎缩 可能两三个礼拜 肌肉萎缩的程度 他可能花半年 才能够再恢复回来 在太空 这太空啦 当然我们在这场生活 可能不会像他那么严重 那两三个礼拜 可是大概半年才能够 恢复到上太空之前的安全 所以结论就是 无论如何都要运动 没有错 我想我想你 不管几岁的朋友 他 他悦病了 不能起来 观察一下他的肌肉萎缩的程度 特别是下肌 很快 很明显 很明显 特别是老人人 如果他跌倒 他的年纪已经大了 他跌倒 或是辅折 不能走路了 然后卧床 他不但肌肉萎缩非常的快 而且他的身体情况 很快就降下来 很快就 白白 所以跌倒是老人人 非常忌諱的一件事情 跌倒不能走路 你卧床 那他们就希望不是很大 真的 真的 肌肉萎缩还有整个身体情况 可能都不下降 另外一个 你如果碰到车后受伤的 颈椎或是腰椎受伤 他可能半身不遂 或是四肢完全瘫痪的 有没有 他就是没有神经的刺激 很快就萎缩了 没有神经的刺激 没有神经的刺激 我们走路有重量有复合 就是有刺激 我们才会维持正常的肌肉 还有肌肉量 那你如果这个刺激没有了 很快就萎缩了 就像这个颈椎受伤 腰椎受伤 你看他的 他的萎缩很大 非常快 那 大家应该都还蛮满意的 想问的好像都有问到 那我们 姚水 不可再跟我们说两句 你怕我们谢老师又抓你出来示范 要比一下腕力 好那没关系 就有些问题 也许你现在还没有想到 那待会我们会后 还是可以跟我们谢老师请教 那最后的话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感谢 我们要执政给我们谢生育老师 然后特别感谢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大家有兴趣的话题 跟这个相关的知识 那借大家的手 鼓掌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